被辣到 你被辣到 你有加辣椒是不是 這都平靈 因為是連通的 這樣很正 有點被眼汪汪求搖的感覺 因為我今天是吃麻醬 但是他們的那個油蔥其實我也是大多 而且他們這種細麵 就這樣拌起來更香 然後在傳統市場裡面吃起來 更有那種味道 就是以前阿嬤 帶你去逛市場的時候有那種味道 很像我小時候在吃的炸醬麵 因為它裡面有就是很熟悉的豆瓣的味道 豆瓣醬 有一點的傳統的 超愛吃豆瓣醬 但是我覺得很棒的是 因為其實我不太敢吃麻醬麵 就是因為有時候麻醬放久了 或者是也沒有放久的時候 它的麻醬太狗了 它會覺得整個口感沒有 但是在這邊 但這邊它的那個其實它汁是給你很多的 你看我這樣拌完之後 它還是覺得濕的 而且刮生的麻醬味道超香 就是這個好味道 而且它的麻醬是屬於那種 芝麻花醬香味不會太出於濃力的 但是都咬起來喔 有點... 不到那種外面你吃那種很勾的那樣子 拌不開那樣子 但是那種麻醬的香味一直上來 配合他們自己這個細麵啊 你在吃的時候口感真的特別好 不自覺就會吃超多的 它的湯頭油醬味好臭喔 就是油醬 但是它應該... 它還帶了一點蝦米的味道耶 還是算清爽的吧 對啊 因為它的蛋就是這種 簡簡單單的顏色 主要就是它的餛飩 它的餛飩味道真好 是從公燈的時候就傳下來的 你看 它又不到珍珠餛飩那麼小 但是它的皮又是薄到 你這樣看的時候有點透光知道 你看像一般餛飩 因為我們吃有時候都怕它知道 裡面那個肉啊 它就沒有醃入味 所以你往往會覺得 它就一定要顏色很深才是夠味 但其實沒有 但是你在顏色裡面 你想要那麼深 但吃下去它的肉醃的味道 完全都有進去 所以在吃餛飩的時候 不會無聊 我被辣... 被辣到 好 你被辣到 你有加辣椒是不是 好辣喔 你最近最辣的敏感度 是不是越來越強烈了 我覺得以前你再怎麼吃到 也沒有不誇張啊 好辣喔 好辣喔 它就都比在裡面那麼大 因為是連通的啦 這樣很正耶 有點被眼光光全咬的感覺 好辣 不行耶 對啊 很美耶 我本來想說這個炸醬麵架 這個辣椒好好吃 好搭喔 然後就辣到鼻子 有感動嗎 還好 那個哦 那啊 你也沒有啊 好辣耶 那裡 我呢 我們先看看